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他们在异乡生活真的没有想象中容易 那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 要克服文化跟生活上的差异 那如果说自己要一边适应 然后又要一边带小孩的话 哇塞 那个真的是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广东的刘邱玉 来跟大家分享 邱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想请问邱玉你有几个孩子呢 我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那她们目前是多大呢 一个是18岁高中 一个是16岁国三 正是高中跟国中正是 叛逆期的时候 哇塞 你应该有很多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等于就是你一嫁过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怀孕生小孩 这样子 那你其实那时候也算是一边适应台湾的生活 然后一边也要 也要就是适应成为一个新手妈妈 对 那你这样子在教养小孩的过程 就是带着过程有没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就比方说可能你娘家的妈妈跟你讲说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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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哎 结果你夫家这边就是婆婆又跟你说要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带 就是两边的妈妈讲的不一样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就是状况发生呢 那这种话是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对 就是觉得他们我先生这边的话 他就是比较说相信我 就是说全手就是放给妈妈这样子 他们的这些个性就是说 我们不想这边不要去插手 那很好耶 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一家话 觉得是很明朗 对对对对 很明理 对对对 因为有的是长辈会干预很多 就会希望说就跟你讲说 我有过来人的经验 然后跟你讲说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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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那希望你可以照他的要求去做 可是他们夫家这边的长辈是很明理的 就是放手让你去就是各方面就让你自己去 就是去过你想过的生活这样子 那真的超好的 我会就是自己想法有时候也是会跟他们沟通一下 就是他们也会提些建议 那我也是觉得OK 那我也是会那个会采取这样子 你真的很幸运耶 很幸福 对对对 就觉得很满幸运的 对对对 就是跟夫家这边的沟通 就是只要好好沟通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这样子 对呀 那很好啊 那像你小朋友这么大了 不是小朋友就是已经算是算是大人了 就18岁跟16岁 大朋友了 也是真的是长得很大 那这样子你在面对小朋友的课业上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因为我觉得幼儿园应该是还好 因为真正开始学习就是国小开始嘛 就国小开始可能就是要看联络簿啊 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你就是在在面对小孩的课业上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毕竟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文化这样过来的话 还是多多少少有差异 对对对 就像那个注音有没有 就是我们那边 小一开始要学注音 有的幼儿园就开始学注音了 对我们那边注音跟这边的注音是不一样的 那边不是 但是拼法是一样 拼法也是 也是拼法吗 也是拼法吗 广东也有拼法吗 真的哦 就是他的写法还有就是不一样 那时候我就是说 以后也要教小教孩子 自己也要 要再学 来到这个环境一定也要适应 那时候就是从大陆那边的 复印一个拼法拼法的字母表 然后带过来台湾 台湾的字母表拼法拼法 也是把它复印出来 就是两个互相对照 对照这样子先学 我是这样子先过来 你自己有先学 对对对对 因为你怕就是 因为毕竟小孩在台湾生活 你一定要按照台湾的教的方式嘛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有先学 然后然后之后你才可以教你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 因为一开始的话 因为怀孕生小孩嘛 就是不能工作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全新的全职妈妈这样子 那就是想说 以后为了带小孩 自己还是要多多少少 要适应这个环境文化 还要教他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自己拿一些书什么的 就是会写一些注音 这样子对照 然后自己就慢慢去写学 所以你这算是自学吗 还是说都是自学 没有说去外面上课 对对对 都是自己学 对对对对�博 我觉得最大的利益就是 收用就是说小孩子 那时候一岁就是生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慢慢慢慢跟他聊天 讲话的时候 还有带他认识写字 一岁的时候 那个开始 我觉得最好学的 就是那个地质规三字经 地址歸三四七 你帶他念這個 對 就是帶這個地址歸三四 他的字很大 字很大 對 很大 好認的 也好讀 然後就按照那個 自己去學 自己教小朋友 跟他 教他 跟他一起讀 一起念 所以等於是 你在教小孩的過程 其實自己也是 算是跟著學習 對 所以地址歸是很好的教材 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那個是 很好的教材 我覺得你的學習力也很夠 才有辦法說 你自己自學之後 又去教小孩 那個是要對照 要對照 大陸的那個伯伯莫佛 這邊的伯伯莫佛 兩邊對照 對 兩邊對照 然後把它拼起來 就覺得 也是差不多一樣 那等於就是說 小朋友上小學之前 你自己 因為帶孩子的這幾年 你也算是有 對住院 已經算是 自己也有一些基礎了 所以就是說 小朋友上小學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說在認知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教育方面 有太大的困難嗎 這方面是比較沒有 因為小孩子上國小 我有在學校裡面做職工 當職工 就接觸其他的媽媽這樣子 對對對 有接觸到姐媽媽 也是其他學校裡面 就跟小孩子 就是 算是陪伴他們這樣子 陪伴這樣子 就是當著互相這樣子學習 那前年如果過 都是你籤比較多 還是還是老公籤比較多 都還是你籤比較多 都還是你籤比較多 所以你就是等於就是 幾乎小朋友的教養 也是你這樣子 肩負起小朋友 教養的這個重責大任喔 對 說真的啊 就是你小朋友這麼大 你會覺得說 就是台灣的升學制度 就是他面臨一些重大考試 你看考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覺得小朋友真的是 很辛苦對不對 很辛苦 但是有沒有覺得說 我乾脆帶小孩回大陸念書 會有這樣的念頭嗎 還好 但是這個話是沒有欸 沒有時候 但他們開始想的時候 在大陸的話 其實現在他們很競爭 現在還反而還更競爭 對對對 他們也是很競爭的 所以其實台灣好像還好這樣子嗎 小孩子是你要看 但我們兩個的話 我們是比較沒有說 他們要求的很嚴格 對 我是比較喜歡他們 就是比較全面的發展 就是得自體 沒老 直接發展 對啊 就沒有過度要求後 成績你一定要多少 一定要怎樣怎樣 只是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 因為我先生這邊的話 他們也是 就是比較朝這方面 就是也就是 其實小孩子快樂的學習 比較比較比較重要 不見得說一定要 專注在課業上 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對對對 欸那你小朋友 有沒有學什麼才藝啊 就是從小 有沒有比較 對哪方面比較有興趣 然後就是鼓勵他 往哪方面發展 有嗎 欸現在是 老大開始的話是跳舞 後來跳舞的時候 他到高中的時候 他也有加入那個社團 學校社團 對後來就是腳受傷 然後就沒有去 那他也自己想說 欸這樣也太累了 然後又說 欸還是課業比較重要 他自己也會想 所以他現在比較 注重方面的課業 要考 因為要考大學 他說明年就要考了 對好辛苦喔 對 他就比較 媽媽可能要 比較注重這方面 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就是 小孩面對考試很痛苦 然後家長陪著小孩一起 面對考試也覺得很痛苦 因為這升學制度真的是 有點有點困難 那小的就是 他有去學些彩藝 有學彩藝 對 所以就是小朋友 對哪方面有興趣 你們就是會鼓勵他 都會鼓勵他 往那方面發展 對 就不見得說一定要只著重 在課業上 這樣子 也算是很開明的一個態度 對不對 對說真的我覺得親子教員 本來就是父母 要一直學習的課題喔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再來跟秋雨聊 遇到困難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那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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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